北京时间7月20日 南篮亚洲杯八强席位已经是全部出了 其中过关斩架打进淘汰赛的队伍有中国南篮 伊朗南篮 黎巴嫩南篮 约旦南篮 日本韩国新西兰以及澳大利亚 那么按照国际蓝联理定的这个赛产安排来看 日本南篮和韩国南篮恐怕是在这个八强赛上 逊桌地上 因为他们是将直接对换澳洲双雄 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 那么相比之下 从附加赛中这个脱影而出的中国南篮 算是因祸得福 因为中国队是收获到了一个上上千的分组 实际上来说日本南篮 他们八强赛的对手是澳大利亚 那从两支球队的历史交方战队 以及整体的这个阵容的实力来看 日本南篮想要成功击败澳篮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 而且日本南篮的这个当家核心渡边形态 还是在比赛中不幸就伤了脚踝 基本是吴远接下来的这个亚洲杯赛事 那同理韩国南篮也是如此 他们在对阵新西兰时大概率也很难站立上方 因此来看 亚洲杯下半区的这个分组中 禁忌总决赛的球队基本的分子 会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二选一 那其次来说一下中国南篮 他们在八强赛上的对手是黎巴顿南篮 两队在亚洲杯上是共交手11次 中国南篮目前是以全胜的这个战绩要要领先 所以中国南篮在状态加激战术正确的情况下 击败黎巴顿应该会不成问题啊 那假设中国南篮能在对阵黎巴顿时脱影而出 那么杜峰则需要带队面临约旦和伊朗两队胜出的挑战 那从概率上来讲 咱们也是很有希望去击败对手的 那因此好夸张的说 中国南篮就是获得了亚洲杯的一个上上签的分锁 那么中国南篮在亚洲杯上获得这个上上签的同时 我也就是这个呼吁国内的这个广大球迷了 可以无条件的去支持一下中国队 尽可能的不要出现某些地区的球迷 因为自己当地的这个球队没有这个球员 没有上场或者上场时间少 而拿主教练来发现 毕竟在CBA连赛中相互指责爱说得过去 但到了国家队且这个目标统一的时候 还去讽刺自家的球阳的教练 真的就很说不过去了 那最后期待公共团团团可以在主教练杜峰的带领下 问点亚洲杯冠军 那各位球队朋友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这个问题留言看到